那今天的回向里面 特别提到联性丧失 在这个回向里面 我提到联性丧失 联性丧失就是刘丧失 刘文庆丧失 那么他 我在美国的时候 知道他生病了 然后他住进了大理的人爱医院 住进大理人爱医院 那个时候 刚好距离我要回到台湾的时间很近 那我回来以后 我就一直想去人爱医院 这个看联性丧失 因为联性丧失 是台湾雷仗士 第一位 功德主 他也是第一位的住持 出钱出力 不可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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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钱出力 不可计数 他的功德 微微 非常的高 我一直 回来以后一直想去看他 但是 但是大家知道 每天早上写文章 然后修法 那么下午 晚上都有人供灾 准备供灾完了 就赶快赶过去 但是有几次 全部通通 miss 就是 时间上都很不巧合 因为供灾的时间很长 我们一直讲 我要去看他 我要去看他 一直讲 因为他这个仁爱医院 他本身的 这个交互病房 开患时间 每天 几乎只有 半个小时的时间 晚上也是 半个小时的时间而已 所以要接到 那个时间很难 终于 在这个礼拜 今天是礼拜六 这个礼拜的礼拜一晚上 得到空闲 哇 我就 很快的 吃完饭 马上 那天晚上是 慈航雷上市 供灾 我跟他们讲 对不起 我讲完了 我马上就要离开 跟你们吃完饭 我就赶快离开 慈航雷上市 供灾 所以吃完了 赶快离开 赶到仁爱医院 给他做 光运牵势法 开了他的天门 开了他的天门 闭了他的地腹 开天门 闭地腹 塞人道 签随 签鬼路 也就是说 不让他再转世为人 不让他堕入三恶道 不让他转身到别的道去 只能够由天门出去 我做了光运签示法 然后用自己的指头 按住他的这个天窍 按住他的天窍 按了几分钟 按了几分钟之久 然后我就离开了 离开了 离开隔了一天半 就是灵性丧失 躺在病摊上隔了一天半 他就严急了 在严急的那一个清晨 我在晚上的时候 也就是说 我在前一天的晚上 我要睡觉了 我跟师母讲 联性丧失 刘丧失的时间到了 清晨 我在晚上讲 清晨他就走了 他就延急了 那今天呢 这个 刚刚他去佛 今天早上九点 出发到 这个水里 一个佛战场 火化 这一佛化 很各色的蛇蜊子 各色的蛇蜊子 各种颜色的蛇蜊子 还有金刚蛇蜊 很难得的金刚蛇蜊 很难得的金刚蛇蜊 有种种的蛇蜊子 跟金刚蛇蜊 你知道金刚蛇蜊多大吗 金刚蛇蜊 就像大拇指那么大的蛇蜊子 很多很多的金刚蛇蜊 还有很多很殊胜的各色蛇蜊 他们火化了以后 马上传过来的 这个照片 照的照片 马上传过来 给大家证明 有金刚蛇蜊 有各色的蛇蜊子 另外我告诉大家 刚刚我们做火供的时候 连信上师就在火的上方 他直接成佛 所以今天我们赴谋法会 最珍贵的客人 就是连信上师 最尊贵的客人 所以真佛中啊 就是真的 而且在他没有火化的时候啊 我的车子来到了这个富山的山脚 我跟鸿车的人 我跟鸿车的人讲 连信上师 佛化了 很多的蛇蜊子 听到的站起来证明了 听到的站起来证明了 他要着以前 我就知道他要走 所以跟师母讲 连信上师的时间到 这是事先 他还没有着以前 那个我要睡觉的时候 我跟师母讲 连信上师的时间到 讲完了两个多小时 他就走了 他还没有火化以前 我就讲他身上有很多蛇蜊子 他是我们真佛中 台湾雷藏寺 第一大功德唯唯的功德主 这样子证明 我们真佛中 是真实的真佛中 这个才是正宴了 连信上师呢 给我们很大的信心跟正宴 这是最难得的 这是非常难得 非常难得的 而且我用了光运牵势法 用了光运牵势法 我的食指 右手的食指 按在他的天壳 有几分钟之久 有几分钟之久 我打开他的天门 逼了他的地腹 塞了他的人道 阻塞了所有的鬼路 倒不是我 光运牵势法的 的能力 而是连信上师本身的功德唯唯 这样子好不好 好 我们的活法 我们的活法对不对 对 这种的最用 你只要进食纵法实修 金刚蛇利都有 金刚蛇利啊 像指头那么大的蛇利子都会有 那个就是修行的精华 就是坚固 就是已经得正的一种现象 那我们敬礼这个我们生活中的第一位 功德唯唯唯的连信上师 我们今天作佛炎佛母的父母 佛愿佛母 他就是毕如则纳佛的等流圣 毕如则纳佛是真佛中的 在法界的教主 他就是教主 等流圣 佛愿佛母的 就是毕如则纳佛所画出来的 一般来讲 也就是佛愿佛母 就是毕如则纳佛的佛母 有了真佛中 为什么有真佛中 因为有马哈双莲池的净土 马哈双莲池的净土 是谁画出来的 是佛眼佛母的双眼画出来的 他的清净的眼 无邪的眼 纯净的眼是真实的眼所显化出来的两个 摩哈双莲池的净土 所以佛眼佛母也等于是真佛中的教主 在法界的悛中的教主 我回来是 今天是第三个礼拜 前面两个礼拜 足齐者都非常的多 今天的足齐者非常的少 small 以前第一次第二次 第一次是姚石金母 第二次是莲花童子 第三次是佛远佛母 大家都不认得这个佛远佛母 就是初步在法界的主要的教主 他是等留神 就是等于跟毕如遮那佛一样的教主 是他的眼睛化出来的 马哈双连词 那么你们今天想回马哈双连词 不跟佛母 佛远佛母当主旗 跟他结缘很深 那你们就自己好好的修 修到能够真的能够正果了 你就直接可以到马哈双连词 不然你就要组起这个佛远佛母 你组起了佛远佛母 跟佛远佛母有很深的缘分 你在马哈双连词 就有了词分的土地跟房子 所以你们足旗的人今天有福 足旗的人今天有福 第一回姚迟金舞足旗 也是很有福 第二回莲花童子足旗 也是很有福 第三回佛远佛母的足旗 是很珍贵的福啊 你跟法界的教主 结缘 马哈双连词他画出来 你做了足旗 他就会在马哈双连词 画一个地方给你 很快你就可以直接 你回去的时候啊 就能够很顺利的 有佛远佛母的光明 给你铸造 你就能够回去 这是多好的事情 人间只是啊 让你过路的一战 只是一个一战而已 你真正能够成就了 到了佛国净土 或者直接成佛 刘文金上师啊 跟这个联姓上师啊 他这样子啊 算是很直接的 中阴成佛 这个叫中阴成佛 中阴直接成佛 算是第二等的成佛 第一等的成佛 天上一直飞上天上一直飞上去 这个就是寄生成佛 由灵魂由天窍出去 也就是神事由天窍出去 这个叫做中阴成佛 中阴成佛 是第二等的 但是火化了以后 他留下很多的蛇蜊子 留下很多的蛇蜊子 我们还有一名上师 也留下了很多的蛇蜊子 他是算用麻袋装的 麻袋啊 拿那个麻袋去啊 整个全部装了 全部整个身体 全部都是一粒一粒的蛇蜊子 那是加拿大的艺民 莲花艺民上师 他是用麻袋装的 他的蛇蜊子用麻袋装的 今天联姓上师 又有这个 像母子一样大的金刚蛇蜊 非常殊胜 非常伟大 他给我们生活中做了见证 所以我在回向的时候 我是回向吧 回向 有没有讲 我就敬礼 佛愿佛母 敬礼 联性上师 敬礼 联性上师 为什么向他敬礼 他成佛了吗 你看这个叫做 益知 益先知道他有蛇蜊子 益先知道他要走 差两个小时 今天应该属于大喜的日子 是非常翻喜的日子 益晓礼 上师有了成就 也是我们的见证 也是我们的光荣 他显现在我面前 他显现在我面前 联性上师显现在我面前 非常的真实 他像一个阿罗汉 很像一个阿罗汉 坐在莲花上 很像一个阿罗汉 阿罗汉